Hello 大家好 我是Eva 今天想跟大家研究一下 有時我們在網站看到有些方法都很好 或者有些計劃的理論都很好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放在Excel上 去印證它的理論是否正確 首先我平時上網 有時也要搜尋到網站 講一些計算或技術 今天我選了MACD Convergence MACD 大家也知道 本身是它的MA線 可能是一個長短的 大家可以雙減 今天這個比較特別 它是MACD的分別 然後再加一個中軸 我們去看看正數買入 負數沽出 我們去看看情況如何 是否真的有效 好 首先因為MACD本身 其實為什麼我會喜歡看它 其實它比較有趣 因為它是一個moving average 即是一個transfollowing的東西 但因為它也是一個 CD是convergence或divergence 因為你會有一個difference 所以其實也可以 牽涉到它中間有少許 momentum 的成份在裡面 所以比較多朋友都喜歡用MACD和MA線 好了 首先我們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我們要知道 其實MACD的計算是什麼 MACD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moving average 但MACD線 其實我們今次試用它這個theory 講說12日的EMA和26日的EMA 另外會有一個signal line 9日的EMA 然後是一個MACD histogram 簡單來說就是剛剛我們計算的 MACD線 減了signal line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中間需要的東西不多 其實需要三個EMA 以及需要將它們兩個雙減 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打開一個excel出來 好像平時一樣 下載我們要的git data 今次我想用939來試一試 因為我們今次試這個MACD 其實它是一個daily的theory 所以我自己也下載了一個macd 一個stock price daily 去試這個macd 好 正常我們好像以前這樣 下載了正常我們需要的數據 好 接著它在計算的EMA的時候 我們就上網找回大概 EMA的calculation究竟是怎樣做 它就會是price乘回k k簡單來說就是2 除了numper of days再加1 今次如果我們用12 就是12 26就是26 然後再加上昨天的EMA EMAY 再乘回1-k 這就是簡單EMA的計算 所以我們有這個formular之後 就可以開始我們的計算 12日EMA第一天 因為沒有昨天的數據 我們就用之前的12天的平均去計算 好了 去到第二天的計算 我們就用回 E14就是我們今天的closing price 再乘回2除12加1 這個12其實就是剛剛說的numper of days 再加n13 即是昨天的EMA 然後乘回1-2除12加1 有些朋友喜歡這個12 其實可能會做些backtest 試一試是否1226 還是1210 大家可以把這個12變成一個variable 意思是我們選一格 先把這個12放進去 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短線EMA的數字 然後我們在這裡 把12放進去 我們可能會放過一格 這個都簡單 我就不逐一跟大家示範了 這個我們做好之後 其實都好像以前一樣 一直拉到最後就可以了 然後計算26日EMA的方法也是一樣 第一天我們用了平均 第二天我們用了平均 第二天我們用了方法 去計算26日EMA 究竟是多少 然後計算了這兩個元素之後 我們可以去計算MACD的分別 MACD的分別 簡單來說 純粹是這個12日減26日 就是這個MACD線 我們可以得出MACD線就是F這一行 另外我們需要一個signal line signal line 我們剛剛說了我們需要有個中軸 如果穿過了中軸 我們就當成一天 跌穿它我們就用沽出 這個其實剛剛的文章裡面 它用了九天的EMA 所以我們的signal line 我們也是用九天的EMA去計算 我們用了平均去計第一天 然後第二個我們用九天的EMA去計算 最後我們會有一個histogram Histogram純粹就是MACD剛剛計算了 減了signal line的分別 為什麼我們用Histogram 這個讓我們清晰一點去看到 究竟我們雙減的東西是正數還是負數 然後我們可以拍到Stock Price 去看看我們剛剛這個theory 印證一下是不是正確的 我們就已經計算出了 大家可以看到 藍色這個就是MACD的分別 紅色這條線是signal line 至於灰色這部分就是Histogram 簡單來說 灰色就是藍色-紅色的數值 如果是正數的話 即是MACD的分別在種族的上面 反過來 如果在下面的話 即是MACD在種族的下面 其實這個圖怎樣看 就是我們會計算同一時段的Stock Price 大家可以作一個對比 譬如剛剛我們說的 在上面這個時候 我們會看看Stock Price 是否真的一路向上升 這裡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因為這個雖然Histogram是正數 不過它是一路一路在減低 也即是說Stock Price 可能也沒有力氣繼續上升 所以一般來說 Stock Price可能是橫行 或者下跌的 但我們可以看看這個部分 當它在下面 即是Histogram是負數 但我們那個數值 負數是越來越大的時候 Stock Price就是這一段 就可以印證到 其實Stock Price也真的向下跌 這一段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做一些Shot Selling 或者是選擇一些 可以跟股票本身相反的 一些instrument去做 好了 另一段我們可以想看的 就是我們向上的時候 其實是否能夠印證到 Histogram一路向正數 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一段就可以看到 其實Stock Price是真的向上的 所以當我們去寫一個Formula的時候 我們可以留意 其實這個印證到 其實那個效果都OK的 但就要留意那個Histogram 究竟是一路的數值 越來越大還是越來越小 好了 然後我自己其實都想 數字化了那個Calculation 所以我另外計了一個 MACD Line的Accuracy 這個計算方法 我會看看 如果我的Histogram是正數 我會看看 Stock Price那一天 比起昨天 是多了還是少了 是不是真的 Stock Price上雙 如果是的話 我就是1 如果不是的話 我會給它0 計算出來 其實剛剛那個結果 其實大概 那個勝算去到53% 如果想提過這個勝算 剛剛我們有提過 可能我們會把那個數值 再和昨天的Histogram 再比起 如果和昨天的Histogram 比起的數值 比起的數值還大 我們才會當它1 那那個Accuracy 應該會再增加 這個希望幫助到大家 有時在網站上面 找到一些Formula 我們不知道它怎樣印證 不知道它真還是假 就可以我們拿的Excel出來 自己嘗試一下 放到不同的股票上 嘗試一下 今天我就用了939 其實大家也可以放在不同的股票上 做個上司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Like和Subscribe 或者Share給朋友 接下來Hood都會有我的分享會 如果大家想有問題的話 可以和我交流 或者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會盡量解答大家